MUSB RO odds � Ari 有一条好的领华 画龙点精 整个人青茵的话 Felix 领华的颜色 再来来去去的化 values 如何才能准显到 Jubil 素�哦 其实领华也蠢有 compromise 首先 dai 物质来讲 这里也有几款不同的物料 这一条是银沫材料 这一条我们叫做银河泥 而这一条是山东丝 另外这一条是真丝继花的胎 而且也有一些仅仅的针继胎 除了物料之外 还有什么地方需要注意 一般来说我们也会注意 注意胎的长短和阔度 至于阔度如何定义 有两个指标 第一,看自己个人的身形 如果你身材健碩 你可能会选择阔一点的胎 或者是9cm 如果身材比较瘦 我们会用窄胎 甚至是大概8cm或以下的阔度 另外长度真的要看你个人 如果你不是那么高的话 就要选择短一点的胎 大概140-145cm左右 还有什么地方 选择胎的时候很容易忽略 如果比较讲究 这些胎部的 就会想看胎有多少摺 例如这个胎 我们有七摺 它摺了七摺 也会带一些硬贴的胎 即是这里没有尼布 而且用手卷边 这些就能突显到胎的手工 各位男士 下次选择胎的时候 就要注意这些细节 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